各位錶迷你們好 又是我No.7 Watch 朱仔 今天是星期六的早上 十點多鐘 我相信很多錶迷 有機會不在香港或者在上班 所以如果你今天 看中了朱仔的錶 很大機會買得到 通常星期六和 星期日 都會比較少人看片 現在很多人回大陸 或者出去了旅行 鏡頭前面這隻 就有今天第一隻的推介 很靚仔 整個系列裏 我除了黑白色之外 我最喜歡這隻眼色 這隻是 間金紅貓 我大概八九個星期之前 都介紹過一次 但當時很多錶迷買不到 因為一回來 基本上即時斷貨 終於回到貨 訂了的錶迷 也會有同事聯絡 放心 另外 如果你未看過 這個推介 或者上次買不到 記得留意 看完這條片 8T63的計時 三眼仔機心 行電池 大概三至四年 需要更換電池一次 你看到三眼仔的佈局 黑道指釘 做了特製的指釘 黑色的Dial 隔了金色 很漂亮 整隻錶 感覺很漂亮 配搭的顏色 配搭得很好 三眼仔的佈局 六點位置 小秒針 細秒 四五點之間 是黑底白字的日力槍 左右兩邊 右邊分別是24小時顯示 左邊九點位置 就是計時馬錶 你看到中間的指釘不動 都是一支計時馬錶針 拉近一點的鏡頭 大家可以欣賞一下細緻造工 你看到六點位置 小秒針盤 有一些唱片的橫紋 其實左右兩旁 都有的 不過暗一點 我看到24小時顯示盤 和計時馬錶盤都有 十個bar的防水 你看到是 chronograph 然後它做了金色的特字字釘 做了拉絲鑑的拋光 字釘也挺有質感的 然後你看到內影邊框 有數目指 測速 然後也是黑鑑金的配搭 標觀位置也做了金色 配搭整個色彩 圓邊的圓礦物玻璃 標面的位置 側邊也做了金色的標圈 這個位置做了金色的標圈 而且很有層次感 留意一下這塊玻璃做了凸起 凸起這塊玻璃 車左邊之餘 正面這裏 正面這裏 金色的標圈也做了拋光 變成很有層次感 好帥 整隻標 標腳位置 你見到它做了拉絲不鏽鑑 標的上下兩旁 和中間的標觀也做了金色的 好了 我喜歡旁邊做了拉絲 始終 主要上班 平時日常工作都比較粗 所以撞花了 我覺得旁邊做了拉絲 好 否則做拋光比較多 就變成要放假才帶到 紮實的實心鋼的標帶 兩旁做了拉絲 中間三行鋸了光身 整個標帶都頗帥 好 接著 看錶球 錶球做了摺疊式的保險錶球 有個保險掣 上面是SEIKO的標誌 摸了一顆粒粒粒的 做了拉絲花紋 按鈕打開 做了光身的薄橋 好 先看看錶底 錶底做了螺旋式鎖的底蓋 寫著JAPAN MOVEMENT 10個BAR的防水 Stainless Steel 不鏽鋼 8T63的計時機身 精工自家的機身 好了 反過來 金色 欺人帶 坦白說 但這隻黑狀金 我自己覺得也不會太誇張 如果整隻金錶 我知道不是每個人喜歡 但是黑鏡金 可以讓你試到 有時候這隻錶有少少金色的點綴 真的感覺是挺漂亮的 挺奢華的 挺高檔的 那感覺是 好了 試一下機身給大家看 他做了100米防水 做了拉推罐 先拿起錶關 一拿起錶關 我就發現了 其實我上次已經發現了 又有錶迷和豬仔 就是民主制究竟如何解決 其實 踢起錶關 這個錶關 他做的位置 下面這個位置 做得太貼 做得太貼 所以踢起的時候 有些困難 那怎樣做 怎樣踢 向下扭一扭 來踢開 向下轉動 而踢開 我再試一次 就這樣拔 他就比較難拔 如果轉個錶關 就很容易拔開 好了 試一下向上轉動 順時針方向教時間 可以選擇 有停秒功能 這個機心 也是 這個錶還有第二個缺點 他就沒有做夜光 但我自己覺得 反而我喜歡這隻錶 不做夜光 做了夜光 我反而覺得 沒那麼漂亮 這個見仁見智 看你有否真的 很需要夜光 如果很需要夜光 就不要選這隻錶 因為它是沒有夜光 事分深加上黑度 都是沒有夜光 好了 半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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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試一下向上轉 教日力 一格一格跳 沒有聲音 但一格一格跳 好 教完之後 按進去 試一下環環 24小時盤 就是當我教時間 到接下來走 現在6點多 18點多 按著環環 按著環環 按一聲 給點力 按下去 看到計時馬錶針已經起動了 當計時馬錶針轉到一個圈 這裏跳一格 或者一分鐘幾秒 Start Stop Reset 好了 接著我們再看看 這個是計時馬錶 按著Start 接著 按按Reset 已經非反了 伏了一聲 反轉了 再看一次 因為它跳得很快 Start Reset 就是這樣 它沒有分段計時的 這個機身 就是8T的機身 有一個普通的石英機身 計時馬錶機身 大概三四年 就需要更換電池一次 好了 整隻錶的重量 就是多重 先量一量 我試一下 現在拿起了135克 放了一塊吊牌 其實都是135克 差零幾個克 所以不關快吊牌的事 真的不關快吊牌的事 它的官網真的不知道怎樣 那個重量 不知道我這個 綁不準 還是怎樣 都是135克 拿起快吊牌 135.2克 其實分別不大 好了 那 好了 這隻錶 就量一下 標徑給大家看一下 標徑就是 這個 41.5m的 它的官網寫 我們看一下 41.4m的標徑 差不多了 厚度12.2mm 那麼 那 就去到 這個 48 47 48 好了 試一下 戴上手給大家看 看什麼感覺 我自己就比較喜歡 這隻 真的 因為 間金色 真的不是每隻錶 看得對 但這隻 整隻錶 看上去很舒服 又不會太誇張 我自己覺得它黑狀金 選得很好 還有它做了兩隻 金眼仔 我自己比較喜歡 好了 好了 豬仔推介 這隻 Cronograph的 黑間金熊貓 黑間金熊貓 有多少錢呢 Panda 這個價錢真的非常值 那外面 我現在搜尋一下 這次到 1,800多 1,700多 1,600多 是的 然後 Crono是比較貴 Crono是2,400到2,700 是的 豬仔推介 多少錢呢 也是 跟上次一樣 1288 是的 1288 豬仔推介 有五隻 這個 黑金 去年貓 如果喜歡紅貓 這隻 我覺得不錯 現在 iteration 因為魚倫 有其他 一起 眼睛做了金色,配上金色的錶圈 第二就是這個位置 玻璃起了一級,但側看更加有層次感 再加上黑道也做了金色的字釘 和這兩隻眼睛的金色很配合 比例上的標本位置選擇得很好 而且標面很豐富,圍邊的位置有數目字 一個測速的數目字,整個標好像很專業 喜歡這支標的標迷,有五隻現貨 可以WhatsApp給豬仔,打給豬仔 告訴你喜歡這支手錶,想在佐敦店拿還是荔枝店拿 喜歡這支標迷,記得按讚給豬仔 豬仔需要你們的支持 如果還沒訂過頻道,記得按鈴鐺,訂閱 我們下集見,拜拜 一隻側金紅貓,1288 心動不如行動,真的不要猶豫 如果你喜歡的話,因為你猶豫一兩天 很多時有些新的標迷,真的會賣光 因為只有五隻現貨 好了,我們下集見,拜拜